化石燃料是现时世界的主要能源 现在就让我们对它了解多一点 化石燃料由千百万年前死去的动植物而来 地层的变化将动植物的残骸变成了一层层的物质 经过千百万年来 这些由残骸变成的物质 就是今天我们所指的化石燃料了 化石燃料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 煤、石油和天然气 煤是固态燃料 是首个被人使用的化石燃料 煤的其中一个用途是将水加热变成蒸气 从而推动摩轮机发电 很多发电厂都是利用蒸气的能量去生产电力的